这个车下次给我转 来来来 少说几句吧 好嘞 好嘞 不用了 我死了 嚣张男子倒车冲撞奔驰女司机 叫来保安逼迫女司机为他让路 事后还当着警察的面 对女司机放狠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子用充满怒气的语气告诉民警 奔驰女司机从一开始就车窗紧闭 不管他怎么打喇叭 这名女司机就是不肯让路 导致他的车子被堵在这里十几分钟倒不出来 民警随后把女司机从车上叫了下来 询问他为什么不肯让路 女子告诉民警 他在正常排队 前后独有车 夹在中间动不了 但男子根本不管这些 一直骂脏话催促他挪车 女子告诉民警 他的车技不行 担心挪车会撞到其他车辆 况且男子没有必要刁难他一个女司机 让前后车子挪一下 也是可以把车道出来的 然而男子却好像觉得他是女人好欺负 坚持要让他挪车 女子告诉民警 男子并没有事先和他打招呼 而是车子突然猛地朝着他倒过来 女子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就莫名其妙被男子骂了一顿 更让女子感到生气的是 男子还叫来保安逼迫他挪车 女子告诉民警 自己之前见到有车子插队向保安反应过 可保安却当作没看到一样 理都不理 保安当时就站在一边看热闹 见到其他车子插队也不理会 现在居然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要求他挪车 这让女子实在无法接受 女子认为自己从头到尾 没有做错任何事 反倒是男子和保安 一点道理都不讲 两个大男人居然联合起来 欺负他一个女人 就这辆车 这辆车是插队的 然后我刚才就跟师傅说 我说人家插队 大家都排队 师傅不管 然后突然之间 然后就说这辆车要挪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车管所门口 排队的很多车子都是来上牌的 保安告诉民警 由于当天车管所的上牌系统发生故障 不能及时给车子上牌 所以才会造成道路拥堵 再加上保安人手不足 导致插队的情况是有发生 民警了解完事情的真相后 认为这件事情错不在女司机 而是男子的交流方式有问题 保安的不作为 也是造成矛盾发生的原因 民警叫后面的车挪一下位置 让男子把车倒车来 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名男子却突然当着警察的面 对着奔驰女司机放弃狠话 民警也是相当无语 让男子少说两句 男子这才停止叫嚣 骂骂咧咧的去倒车 对于此事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